北京时间12月28日消息 CBA常规赛第二阶段火热进行中 青岛南篮迎来了第15轮的较量 对手是排名垫底的宁波南篮 经过四节较量 青岛南篮先输后赢 成功逆转以110比83击败了对手 拿到了又一场胜利 此意 青岛南篮阵中外援威尔斯独砍33分 而他也是加盟青岛南篮两场比赛都砍下了33分 在威尔斯的带动下 青岛南篮五人得分上双 可以说 前山东主帅吴庆龙真是捡到宝了 接下来或能继续创造佳绩吧 青岛南篮在前14轮比赛打完之后 5胜9负排名第13位 其实 在第一阶段的时候 青岛南篮没有外援 全华班的青岛南篮打得十分被动 前山东主帅也是束手无策 好在休赛期两大外援威尔斯和达卡里约翰逊 都来到了队伍中 终于让吴庆龙心中有底了 在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中 就上演了以下克上 117比100大胜了 郭世强执教的广州南篮 取得了开门红 宁波南篮第一阶段13轮比赛 只取得了一场胜利 这支CBA新军能够击败南京 同西南篮拿到赛季 第一胜实属难得 这支球队攻击力不行 场均只能拿到L84.6分 排名第19位 宁波南篮在休赛期补充了外援斯蒂马克 他的到来让球队在进攻端有了很大的改变 第二阶段手战 宁波南篮和四川南篮交手 一直咬到了最后 才以106比111输给了对手 此番青岛南篮和宁波南篮交手 在外界看来 这势必会是一场一边倒的比赛 毕竟青岛南篮的实力要在对手之上的 此意 吴庆龙安排了赵太龙 林维汉 王瑞泽 约翰逊 王庆明首发 显然 吴庆龙是有想法的 他要把这场比赛拿下 宁波南篮则安排了韩德龙 斯蒂马克 马泽来 宁红宇 许玉卓首发 第一节比赛 两支球队打得十分胶着 青岛南篮开局不顺 一度落后十分之多 好在凭借两大外援的发挥 青岛队把握住了机会 23比22领先一分 到了第二节 宁波南篮厚度不足 并不能继续给青岛队施压 被吴庆龙队伍抓住机会 打了一波28比19 半场打完 青岛南篮51比41反超了10分 不过 宁波队在第三节开始找回自我 单节打了一波24比20 把分差破镜到了直落后6分 最后一节 宁波南篮彻底断电 迟迟无法在进攻端打开局面 反倒是青岛南篮越打越勇 分差一度拉大到20分 最终 青岛南篮以110比83击败对手 数据层面 青岛南篮5人得分上双 林维汉12分 王瑞泽15分 张祖明13分 威尔斯33分 约翰逊10分 宁波南篮4人得分上双 特托特16分 张标17分 李百润15分 宁宏宇10分 此意 威尔斯独砍33分 八篮板三助攻三抢断 几乎以一己之力 把青岛南篮扛在了肩上 率领球队实现了逆转 在上一轮比赛中 威尔斯同样砍下了33分 可以说 前山东主帅吴庆龙真是捡到宝了 威尔斯和青岛南篮真的是太般配了 期待他们能够继续高歌猛进吧 青岛队首发 赵太龙 林维翰 王瑞泽 约翰逊 王庆明宁波队首发 韩德龙 斯蒂马克 马泽来 宁宏宇 许玉卓